嗨,大家好,我是小六 不知不觉,进来医院这里也有10天了 因为我这个是鼓劣 所以说是保守治疗,没有做手术 也问过医生了 可以出院了 可以出院回家静养 就是定期来这边医院做复检复查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石膏板还是得要绑住 医生说要绑个八周这样子吧 那就回家好好休息静养一段时间 到时候定期过来做复检就可以了 可以回家了,很开心的啊 直接在这边住了10天,挺闷的啊 好,等一下就是吃个早餐 去办理一下出院就可以回家了 你看我老婆过来接我出院了 大包小包的 哎呀,办理好出院了 我们走了回家了 回家了 哎呀,终于可以回家了 在这边住的都心慌慌了 就是空闹闹的 嗯,没搭了 回家回家 哦 东西也不算多啊 不算多 衣服,每天换洗的衣服都带回家了 对啊 走了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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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,这上车有点 有点,要很难上 哎呀 哎呀 终于可以回家了 儿子 我回来了 感谢 张师傅直接把我送到家了 张师傅真的是很静止 很静止 把我送到家去 儿子 有没有想法 哎呀 哎呀 先在这里坐上 好,感谢啊 不用不用 哎呀 辛苦,辛苦了 啊 好好 好好 谢谢啊 好好好 顺利顺利顺利 好 好 吃饭先来 对啊,吃饭先来 吃饭再走 哦 我老婆 一回来就给我做饭了 好幸福啊 辛苦了,老婆 可以开饭了吗 好 到家的感觉真好 嗯 我过上了 一来伸手 放来粘口的日常 你看 哎呀 舒服啊 我的家就是舒服 是吗 对 哎呀 辛苦了,老婆 嗯,没事 目前的话 你就慢慢给他订养 你那个饺子订养好 好 哎呀 喝口汤 可以 这汤润的不赖 可以吧 嗯 好 都到家了啊 就给大家报个平安 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